就算是我朋友把这辆车弄没了 我也替他赔得紧 就是 其实所有的高级餐厅都是一个味儿的 现在 我倒是很想去吃梦梦出现的特色菜了 同不同意我去蹭饭呢 除了你们 我没有其他的朋友 这就是你给我的最大最好的认情了 那个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词 叫 岁月静好 真希望永远都可以拥有那样的心境啊 若南 我们一辈子 都不会失去那样的快乐 那因为这些觉得我没有生意了 这些人是在本身上的心境里的心境啊 那我们不要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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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你 你 你 滚 我滚 阿姨我救你了我救你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 滚 瑶瑶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都跟老金人网民说的怎么样 才十五岁的女孩子 脸上被画的乱七八糟的 你说的怎么样 我应该先送瑶瑶回家的对不起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有用吗 滚吧 带着脸的干啃我滚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夏贵有用吗 有用吗 如果夏贵都换回我女人的脸 我就是贵一辈子 我都心甘情愿 妈 别说了 让他们走吧 瑶瑶 让你看看你的脸 让你看看 让我看 你给我滚 给我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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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若楠醒了 初假 若楠 已经走了 说不定会有奇迹呢 快跑 我 你放心吧 我跟沈岸已经帮若楠她们家人把手续什么都办好了 我 放心吧 初假 你赶快合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 再那么下去 你的身体都有快 对 我再睡一会儿 初定我一觉起来就一切都不是人的 你们也都不在这儿 若楠 也没被我害死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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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何小姐你好 我是沈安 你好 我是何阮男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何阮男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这电话了 不难 不难了 不难了 出现了吗 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何阮男已经死了 可你还得继续活着 何阮男 为什么会死 因为我 因为我那天办了一个沙烤会 梦想生气就跑了 然后就给若男打电话 如果不给若男打电话 没有如果 这个世界就是混蛋的没有如果 何阮男不是你害死的 若男在天之灵 也不允许你会这么想你知道吗 不对 因为我 因为我给他打了电话 因为我办了一个沙烤会 因为梦想把我出现了 出现 我为什么也给他打电话 不出现 你要不要给我振作一下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梦想 你还有你的父母 你还有我们 你还有在街上 看见你的何阮男 你必须坚强起来 你心里敌他宣言 要给我坚强起来 有没有想过 何阮男在街上看到你这样 他心里会有多难过 哭了 哭了 想哭就哭出来了 大声哭出来了 哭了以后 明天给我振作起来 不要再伤害你自己 不要再伤害你自己了 阿姨 Zither Harp 董事长 何若南临终前 百孟初夏托付给了总裁 莫小姐 我想三度跟你看一下 初夏 那我们在车上等你 好 董事长 莫小姐 你憔悴了不少 还是要节哀 你的心情我了解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谁都不会想到 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还那么年轻 说走就走了 我想我以后 都很难找到 像若南那样的儿媳妇 我听说 在若南临终的时候 说她最牵挂的事 就是苗人照顾 这份友情 我听了都非常感动 所以 在她离开世界的那一刻 不加思考 就把她最关心的人 托付给她最信任的人 最关心的人 当然是你 最信任的人 显然就是沈安 那个时候 她已经来不及思考 让沈安照顾你 是不是合适 董事长 若南对我的情意 我会铭记一辈子的 不过 托什么人照顾我 这件事情 我还真的没有往心里去 你也不用太在意 当然 朋友之间互相照顾 那是理所当然 但你知道 沈安是 沈氏集团的总裁 她的事务繁忙 再说你们之前 你们之间的联系 也显然仅算于若南 也许说 没有何若南 你们根本算不上朋友 如果你不再 沈氏工作的话 你们的事件 是不会交集 董事长 董事长 您的意思 我明白了 放心吧 我明白了 你们的事件 什么意思 你们的事件 我明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了辞职报告之后收拾东西就走了 连这个月的薪水都没有灵 好 我知道了 好的 学长 你这两天一直守着我 耽误了不少工作吧 我已经没事了 你应该忙你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倒是没什么可忘的 倒是你和梦想 你们两个人好好的 对了 沈氏集团那边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其实我 没什么 我会尽快开始工作的 不用担心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 你整个人都是失魂落魂 只是再也没有见到你掉过眼泪 你是在压抑自己对吗 若南去世那个事 你说那个词 若南他没有 他还在 初夏 学长 我们不聊这个话题好吗学长 好 你不愿意 我们就不谈这个 但是我看到梦想这两天也是一言不发的 要不要今天晚上我去跟他谈 不用了 他怪我 不能原谅我 我能理解他 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孟强 你妈给你买了新鲜的水果 要不要现在吃啊 孟强 初夏 孟强 去哪儿了 这孩子最近情绪一直不好 跑出去 不会出什么事吧 要不然下去找找 我知道他在哪儿 你就让我看一眼也要吧 我去看一眼 求您了 说过了 你要让他不想见你 那这种书只要说吧 我去看一眼 去看一眼求 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可能 来得正好 快把你儿子带走 行吗 瑶瑶妈 我也想看看瑶瑶 看了你们心里会好过吗 瑶瑶 我这几天照顾瑶瑶 我已经心里脚脆 不想跟你们吵架 女儿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们 儿子有眼前在这儿 你可逃了 你不想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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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再有任何的聯繫 行不行 請把你女兒這幾天的費用交一下 瑤瑤 所有的治療費用由我們家來負責 拜託了 這個就不必了 畢竟 你們不是直接造勢者 要找 也應該找何小姐他們家 不要 你也知道 何小姐他們家 正在承受著更大的痛苦 請您千萬不要去找他們 要賠償多少我都願意給你 我來負擔 到了這個時候 只不要一個人應徵了 讓我幫你 我負擔的錢 學長 我知道你負擔的錢 但這是我欠的債 如果你替我還了 我就等於欠了雙分 這樣我就更累了 這樣我就更累了 今天買的蔬菜 一定要盡盡吃啊 放到明天可就不新鮮了 還有排骨放在冰箱裡了 記得做 知道了學長 你快回去吧 不是還要開會呢嗎 桌子上那瓶複合衛生素 看到了沒有 要按支持啊 你最近幾天 體力和精神啊 消耗得很大 不要再生命了 放心吧 我又怎麼了放心 要不這樣吧 我一忙完就打電話給你 媽媽 我要考一中 一中 要成績很好 肯定能上一中 以前我覺得 中考完就分開 也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現在不一樣了 最好的朋友不願意見我 我只會到一中 去等他 跟他道歉 等一下 媽媽願意前路支持你 我這個人對於鐵了心要走的員工 想來不晚了 不過還是想問問你 為什麼 當初這個工作 本來就是若能幫我找的 跟我沒有關係 畢竟他留下了遺言 對 我願意遵守我的承諾 讓你留在身上 那話您就忘了吧 而且什麼叫遺言 若能他還沒有走 難道你還沒有接受事實嗎 你仍然認為是自己的錯 儘管你心裡明白 可還一直不肯承認 他已經走了 不會再回來了 是不是 別說了 這事跟你沒關係 那天晚上 又難給我打過一個電話 問我為什麼要跟他訂婚 在電話裡 他的聲音很累 很不安 我知道女人在人生大事面前 都會有一點緊張敏感 所以也沒太在意 如果當時我能為他著想一點 派個司機去接他的話 那他即便是幫你們找人也不會 在精神潛假的情況下自己開車 那悲劇就不會發生 所以我也可以說 是我害死了若能 不對 是我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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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會發生 他的原因有千千萬萬 如果你當初 根本不認識若能 那他也不會出事 如果若能根本沒出生 他就不會有死亡 別說那個詞了行嗎 你聽著王初夏 這一切不是你的錯 你不能把所有的情緒 都憋在心裡 若能已經走了 你現在能做的 是好好地跟他告個別 就當作若能會坐著這趟車 去很遠的地方 這輩子都不再見了 把你想對他說的話 全都說出來 和若能 一路順方 我和你 來世再見 若能 和心虛幻的空虛 和在心虛幻的 Anytime Paul 和阿 和心虛幻的空虛 亭碈 呃 妈 你知道问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 就像下雨了 你赶快去躲一躲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想到的还是不要让我临到室 在人生只受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他还是要把我交给别人来照顾 这么好的若南 怎么可能会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我不要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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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死了 我死了 aquilo 我的命 我希望你大靡 就两分钟我马上就到了 我们怎么会没什么好聊的呢 真的 我 喂 不要碰我电话 他太美了 老师 谢谢 谢谢 刘总 刘总 你好 这是我们家最新款的产品 您上次不是出现了看吗 我已经带过来了 刘总 刘总你先别走 你听我说刘总 刘总你别走 刘总 你的车怎么开的呀 干嘛呢 刘总 我回去跟我们老板谈了一下 您上次说的折扣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这个 你们最新产品还没上市呢 我们呀 跟人家合同都签完了 上回您不是说 我们家产品性价比最好吗 你呀 年纪轻轻的一个美丽巧家人 现在就弄得跟个良家妇女似的 你看人家销售员跟我 吃饭 喝酒 KTV 多快乐啊 干嘛呢 赶紧开走啊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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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刘总 天审 梦初夏 梦初夏 你说我怎么说你好 刘总那么大的单 你都给我弄丢了 哎呀 对对不起崔老板 我再去挖五个单 江湖不过 嗯 十个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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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注意啊 就 就这样了 不是 你说呢 不是 上回小张他们弄丢了单 你们不还是骂了两个多小时候 梦初夏 你有这要求我就满足你行吧 俩住脑 杀住脑不疼 不不不不 对了吧 我就随口这么一提 您先忙 您忙您的 我先走了 来 我先走了 气死我了你 丁小姐 您的气质真是太好了 一看啊 就是行业精英 哪有 也没什么 不过说起来啊 咱们也算是同行 我也是做销售的 一个小小的副总监 哦 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副总监了 那我们的车辆一定非常符合您的气质 这 哦 丁小姐 这边看一下 我们进到了三款车 哦 这里的三款都是 哇 这台车好漂亮啊 这台车有白色的吗 嗯 有 我们还正好有台新车 这台车呢 是我们最新的蓝胜运动管理 现在店内有活动 只需要一百六十九万就可以了 那还真挺值得啊 不过我觉得这台车不太适合我 哪里不适合您了 您到车上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嗯 我说不适合 我觉得挺合适的 行了 就要这一款吧 全额付 另外 除了车管车 要送给我美帝的女朋友之外 她还想要一辆平质又优价的 送给她的妹妹开 麻烦帮您介绍一下 好的 没问题 一会儿找我们同事给您介绍一下 那丁小姐 往这边请 好 丁小姐 有什么事情 咱们电话随时沟通 好 娄先生在那边打您呢 怪不得罗先生看就不看就买了 原来 自己已经有一台了 你还是叫我小罗吧 其实 言个意义来说 这台车和刚才买的那台 都是我爸的 他就有这癖好 喜欢同款的东西 收起不同的颜色 这可真是让人生气的癖好啊 其实 刚才你也有这种癖好 你不用替我撑场面的 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他们也不会因为我买不起 而找不起我 我也觉得 没什么难以启齿的 其实我那么做 就是想 留你第一号号码的时候 几率能高点 给个面子吧 太迪学长 学长 不是说了吗 你工作这么忙 不用每天过来接我下班 有些人啊 心里面明明急得要命 却还是要嘴硬 现在这个时间 梦想已经到家里了吧 我不来接你 让他饿肚子 那 学长 一会儿能不能顺便拐弯 去当餐鞋场啊 不用了 天哪 都买好了 都买好了 还都这么新鲜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学长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连我这么不了解女人的人都知道 女人不应该见到蔬菜 比见到玫瑰还开心 我们朋友之间 当然不需要玫瑰了 肯定是蔬菜比较贴心嘛 贴心就好 上次刘老板那个单子怎么样 别提了 被人撬走了 那你那个爱财如命的老板 岂不心疼死了 挨骂了吧 还真美 我们老板 平时脾气式不是特别好 不过 对我 还行 挺不错的 他不会是对你 区长你可别瞎说 我们老板不是那样的人 他可从来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我觉得 老板对我比较器重 是因为 是因为我的业绩吧 之前拉了那么多 想当当的拔拔 是 了不起 这次单子丢了 要不要我再介绍几个客户 哎呦千万别 我当销售这半年来 你 丁飞还有二鹏 帮我实在是太多了 完全成为我们公司的义务销售了都 他们俩还行 你这么大一总裁 整天跟着人家介绍足一盆 我这心里可过也不去 那有什么呀 你不用太独立的 也学会依靠别人 反正 你早晚也是需要找到一个 可以让你依靠的男人 这话 若南以前也常说 我 不过 我现在完全没这个心思 若南一个人 躺在冰冷冷的地下受苦 我有什么资格去找依靠的人 出现了 你不能那么想 学长 我现在的生活 不也没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想考虑那么多 我只想一个人带着梦想 好好地生活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不着急 慢慢来 好 林小姐 来过这儿吗 没有 就这儿 请吧 我告诉你 他们家的面做得特别的好吃 是吗 没错 我得 谢谢啊 谢谢 趁热尝一尝 你不吃吗 要是再来一碗吧 不用 你吃面 我喝汤 这面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 来 尝尝 没事 好吃吧 好吃吧 好吃 好吃 好嘞 嗯 香老鸡汤 我跟你讲啊 这个汤就着这个面 尤其的好吃的 你尝尝 尝尝 嗯 好吃吗 好吃 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质朴吧 它有那样的家境 可丝毫没有交涉的习气 把跟姑娘吃一碗面 当做很浪漫的事情 很可爱啊 很可贵不是吗 好 有没有天理啊 我带姑娘去吃碗面 叫糟白雅 她带姑娘去吃碗面 就是可贵可爱是吗 我都说了 你们俩不是一个性质 哎 打个比方说吧 同样是不为美色所动 放在你身上 就很正常啊 因为压根没有美色过来找你 可是放在一个大帅哥身上 那就是优良品质 因为她天天都在美女中打滚 出于你而不然 我说菲菲 你也别老这么打劫二婆嘛 不 我就喜欢菲菲毒蛇的模样 哎 哎 初夏 泰迪学长 今天又去接你下班了 是啊 我工作的地方 她刚好顺路嘛 哎 我可真佩服你们两个人 都半年过去了 竟然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这个媒婆都快被你们给急死 而若男在天上一定会骂死我了 哎 你们俩相不相信 若男在天上保护着我 这半年以来 我虽然辛苦 也跟以前一样老饭做 可是每回遇到任何事情 我的背后都好像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在帮着我 最后就一切都变得顺利了 这 这 有点太玄了吧 哎呀 不管若男也没有在天上保佑 只要你过得好 我们就放心了 嗯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若男当初把你托付给那个什么 沈案 哎呀 就算你自立自强 跟他划清界限 可是这个沈案也太顺利了 半年了 你竟然不问不问的 我觉得没什么呀 不过听说 他经常去探望若男的父母 还帮若男的父母 又领养了一个小孩 和佳哲才又有了笑声 他对若男 也真的算是有情有义了 至于我们 本来跟他就属于不同世界的 我倒是很感激他 选择彼此再没有任何交集 本来不就是应该这样吗 好 好 给瑶瑶在网上留言呢 她还是不肯回复你是吧 我妈前两天去瑶瑶家看了 还是没让进门 不过听说瑶瑶一直都在努力 自己坚持学习看书 情绪上也好多了 只是 还是不太愿意见人 是